2022年5月 当时的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在宣誓就职数小时之后 就踏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飞机 他将在那里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 四方安全伙伴们展开会谈 两人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 阿尔巴尼斯对拜登的退选决定 给予高度评价 在这一点上朝野两党的态度空前一致 阿尔巴尼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 是拜登与澳大利亚加强印太军事同盟的重要举措 虽然三国领导人从未承认 但外界普遍认为 AUKUS是要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的影响力 阿尔巴尼斯曾在拜登的椭圆形办公室 聆听拜登曝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对话 对话的主题是 为什么美国和澳大利亚如此亲密无间 一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的部分官员担心 特朗普上台可能会给AUKUS协议和世界秩序增加变数 而如今拜登退选的决定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民主党的机会 至于谁应该接替拜登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角逐 阿尔巴尼斯选择不做评价 毕竟他要选择支持的不是美国总统 而是澳美同盟 为友谊干杯 无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是谁 SBS中文新闻 王威报道 皇上 在雪中文新闻 后卤最坊的关系 崇津 持 내일 离喜欢 离喜欢 吃饭 室 GPU 扇窿 7 lists лось